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 今天在白宮記者會上宣佈了 將要啟動取消香港享有特殊待遇的程序 包括撤銷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 在今早早這班特區政府的廢官容官陸續起身後 一隻二隻就像義和團上身 紛紛反擊美國 到底他們說了什麼說法呢? 首先要說說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他說特朗普有機會違反國際法 請問這到底是怎樣判斷 怎樣違反國際法呢? 你是否要找警察去拘捕他回香港審訊 還是怎樣? 違反國際法 如果你是這麼斬釘自鐵 不如由你帶領特區政府 去國際法庭提告 就審訊一下究竟哪一個國家才是違反國際法 哪一個國家才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崩口人記崩口碗 他還說到說特朗普指責中國將香港的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 是非常錯的說法 他還說中央一直以一國的原則處理香港事務 建立港版國安法是天公地道 合法合情合憲 根據國際法的原則 干擾其他國家的事務是不能接受的 現在到底其他國家是干擾中國內部事務 還是監督中英聯合聲明的執行情況 這就有得說 另外港台節目主持問到他 鄭若驊到底你擔不擔心自己被人制裁呢 鄭若驊的答案簡直精彩絕倫 他說 香港官員是沒有削弱到香港的高度自治 國家安全從來都不是香港的內部事務 要視乎美方有什麼具體措施才能夠較好回答有關問題 這個擺明就是卸責 你露底 那時候你是跟港版國安法的立法割蓆而已 喂 你不是很愛國的嗎 你不是很擁護港版國安法的立法嗎 為什麼現在你好像把整個責任 射到中央人民政府身上這樣呢 竟然說得出國家安全從來都不是香港的內部事務 那你的意思是怎樣 你言下之意是不是想表達 說這個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完全跟香港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無關的 是全國人大會議來制定而已 如果你美國要制裁就不要制裁錯人 你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如果不是的話 你為什麼要說這麼多話呢 喂 國家安全如果完全都不是香港內部事務 為什麼《基本法》第23條規定了 香港要就著國家安全進行本地的立法呢 那真是非常之奇怪了 只不過無論你怎麼耍你都是耍不掉的了 你貴為這個特區政府的律政司司長 喂 在這個關鍵時刻 到底你有沒有很勇敢地站出來 捍衛香港人的法治、自由和人權 喂 美國就會作出一個判斷了 因為那時候是美國判斷制裁誰 不是你們自己在互相評分 所以你現在說什麼都是沒用的了 最好就是聽從業樓的建議 如果在美國擁有資產的話 盡快就處理它了 不然美國一說要凍結你資產的時候 就哭都無謂了 另外他這番的說法 又是體現得出 根本上特區政府就是一個傀儡政權 原來大陸要立這個港版國安法 香港特區政府是no say的 只能夠擁護而已 只能夠出來搖旗立喊保駕護航 只能夠局撐 是完全沒有個人意志 故此鄭若驊也不需要再玩那些小把戲 去到英國的時候又說弄傷了手 詹嘉伊就想在當地長期逗留 不回香港 最後就被人夾回北京 回來就面如死灰 還要感謝祖國的照顧 基本上你就可以跌了心水 退休之後長期逗留在大灣區 不用再想去外國那裡退休了 誰叫林鄭邀請你上這條船的時候 你欣然答應 所以你就要被迫同舟共濟 除了鄭若驊之外 另外還有這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一樣都好像異和團上身 對美國作出了強烈的反擊 只不過完全是適例內任 到底他講了什麼話呢 他就說了 美國如果單方面取消對香港特別關稅的待遇 對香港的實際影響 其實就不大 他接受官媒環球時報訪問的時候就解釋 說香港本土生產 並且出口到美國市場的貨物 緊佔本港總出口量不到0.1% 故此影響就是較小的 首先來講陳茂波這種說法 就已經是自打嘴巴了 在2018年的時候 陳茂波就說要全力捍衛獨立關稅區 呼籲市民不需要擔心 如果你認為這個獨立關稅區的影響 是這麼小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全力捍衛呢 為什麼你當時又斥責那些人 說要走去遊說美國取消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反正影響也是這麼小 對啦 喂不到這個0.1%的影響 那你就由得它取消 是不是呢 你是求之不得才是 那就可以使得美國以後 再不能夠利用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去要挾香港 那為什麼你當時陳茂波要去捍衛呢 再者就是 陳茂波現在針對著關稅這個說法 在過去一段時間 大陸的官媒的戰狼 以及林鄭都已經是反覆地說過了 阿成就說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影響很小 因為出口到美國的貨值很少 諸如此類 你說這些說話完全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昨天白宮記者會裡頭 其實都沒有很多具體的措施出台 只不過 美國就定了一個基調 就是要全面檢討對華的政策 以及就著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對於香港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作出調整 這件事已經定下來不能回頭 因為昨天不僅是特朗普一個人出來說話 而且有幾大巨頭 包括副總統、國務卿、副國卿、安全顧問諸如此類 很多人 有差不多九個人站在這裏 即是告訴你 他們已經達成了一致的共識 之前還說有些人要顧忌著貿易的情況如何如何 現在就告訴你 全部人都站在這裏 只不過 那些措施還沒有曬 尤其在兩方面 就是金融和高科技 高科技 你沒有提到 當時美國說要暫停軍民兩用的技術出口 到底你如何回應 你是不能回應的 人家不賣給你 還有在金融方面 根本上還沒有出擊 之前已經有提過很多招式 比如說美國可以檢討聯繫匯率的制度 或者更甚的就是針對某些銀行進行制裁等等 就已經有相關的消息傳出過 但是在昨天來說 是提到也沒有提到的 到底他會不會在往後的日子陸續提出來呢 就不知道 但是總不能夠被重就輕 然後自欺欺人 說影響很小 在這方面 鍾國斌就比較坦白了 他就說關稅方面他是不太擔心的 但是金融政策這一招殺傷力就高了 香港是金融中心 已經不再是製造業中心了 故此關稅的影響就不大 但是美國會不會在美金方面做手腳呢 就不知道是不是下一步的動作 如果是的話 這招殺傷力就強了 根據共和黨余懷松在Twitter上所說 美國是可能會將美金和港幣脫鉤 當然現在大家都可以還說 你這個是魚懷松的個人說法 但是他之前有幾次的預告都中了 那到底這招是怎樣呢 當然未到實行那一刻都不知道 但是就不能夠像陳茂波那樣 在那裡自欺欺人 在那裡騙自己 好了 接著就再講一個廠商會的建議 又是異和團式的回應 這個就是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的行政總裁楊立門 他就說已經預料得到美國是有這一步 要取消給予香港的特殊待遇 但是本土出口去到美國的產品 佔總出口不到百分之零點一 大部分貨物都是轉口的 因此措施就未見有大的影響 都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每個人都收到同一份的稿件 然後傳媒問他就照答 都是在說那些東西來的 往往就是主要針對著關稅的東西來講 至於金融和高科技方面 就盡量阿力上身 當看不到算數 這個楊立門就厲害了 他就說 港府是可以對美國加徵關稅 不過擔心美國會再跟中國重新相討的協議 哇 這個回應你真是厲害了 這個就是我看到的回應當中 今天那些達官貴人所說的最激進了 哇 叫特區政府加徵美國的關稅 那你首先就是進一步推動香港的攬炒 因為香港長期以來 就說自己是一個自由貿易的地區 就實施這個零關稅政策 現在你針對美國進口的貨品 說要加徵關稅 啊 你在說什麼啊 到底 而且香港有什麼生產呢 香港是一個金融城市來的 如果要加徵關稅的話 就等同於懲罰香港的 你是等同於懲罰自己有的 所以這些完全就是更進一步的攬炒行為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實施 你是在滿足攬炒派的願望 哈 有沒有可能講這些話啊 大哥 所以當戰狼思維 異和團思維 一上腦的時候 人就會變得非理性了 好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